前文在族的書籍上一回 話說宋真宗放回楊賢超出城 楊賢超赤手空拳 單人匹馬出城門 隻馬一過吊橋 孟良大聲喊 陸哥出來了!陸哥出來了! 跟著軍隊一起歡呼 楊元須得救了 宋真宗看得清清楚楚 他想 我是一朝之君 宋真宗看到我只是抱拳拱手 楊賢超邊關元帥 宋真宗看得清清楚楚 宋真宗看到我只是抱拳拱手 躲下扣頭 呵呵呵 可見楊賢超心得人心 眾將官肯為他拼命 看來 楊賢超此人不能再留在軍隊裡 幸好 幸好 顧家已經派了敵玉圖 去代理他元帥之職 呵呵呵 現在說說楊賢超 楊賢超 他見到這樣深受感動 連亡落馬 扶起楊勝和眾將官 他說 各位弟兄 你們這樣實在不敢當 多謝大家進京來救我 不過邊關不可一日無將 楊賢帝 為何你們都來了呢 楊勝說 大哥 我進京正是為了補邊關 中原有你 韓賢秀就不敢進犯 如果你被害 邊關也保不住 放了你 我們就退兵 如果不放 就非反不可 岳賢帝 制服韓賢秀 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 而是眾弟兄忠心報國 殺敵勇猛 遼軍這樣才不敢入侵 大家怎能為了我而造反 大家快回去邊關 六哥 你能夠回去邊關 我們亦回去 甘心認罪 如果你不回去 我們亦不去 孟良說 犯了邊關 我們把新任邊關 大帥地獄逃都殺了 皇上現在他還不知道 如果知道 我們一個二個都沒有命 官迪民反 無論如何也要反 楊六郎一聽見殺了敵勇屠 簡直好像晴天霹靂 這場禍夜都大了 他問大家為何要殺了新元帥 岳青簡單地告訴他 六郎怕大家吃虧 他說 他說 我是個罪人 不能夠回去邊關 這場你們不可以停留那麼久 你們快點走 退兵去太行山 太行山山高臨密 可以藏龍鵝虎養精畜蕊 寒言受將來一旦進兵侵犯 再拉人馬 舉大旗殺上前線 將功秩序 大趕你呢 剛才萬歲說 只要你們退兵 對我就可以從輕發落 岳賢帝 你快點帶著孟良他們走 那招贈怎麼辦 我想辦法開脫他的罪責 但他到底殺了人 難免受牢獄之災 等過了一段時間 再叫他去太行山找你們 岳青鎮及頭說 好我們聽六哥你說 慶長你保重 跟著 就對著城上高聲地喊 萬歲 我們暫時撤兵 如果不放楊賢超六哥 我們就再次發兵東京 講完 轉身對軍兵說 退兵 那就帶領人馬去太行山 這就不講字了 現在只是講到楊六郎 他打馬回城 宋真宗也回去金殿 楊六郎上殿請罪 叩準說 萬歲 皇上甘口欲言 邊關人馬已經撤走 請萬歲赦免棍馬的死罪 宋真宗聽了什麼 額頭 但是怎麼處置好呢 他還沒有主意 黃強說 啟咒萬歲 楊賢超死罪可以赦免 以活罪就不能免 應該將他充軍發配 對 講得有道理 那將楊賢超發配去什麼地方好呢 啟稟萬歲 不如將楊賢超發配去雲南 啊 雲南 好 朕準就 一時之間 叩準也看不出黃強那種狠毒的含意 他心到時挺高興 是不死就好了 黃強是怎麼想的呢 他想 呵呵 楊賢超啊楊賢超你死了這堂 到了雲南你也沒命的 雲南的小梁王心狠手黑 衝軍去到雲南的罪犯 沒有過有命回來 一去到 一頓殺威棒 鐵打的好漢也要死在棚下 呵呵 我就要借小梁王的手 拿你楊賢超的命 宋真宗下了聖旨 楊賢超還跪在那裡 沒有謝恩 宋真宗就問 楊賢超 你為什麼事還不起來啊 萬歲 醉神斗膽問一句 對焦讚又如何發落呢 宋真宗看一看黃強 黃強就稟咒說 焦讚殺了新科狀元全家六口 殺人填命乃是我大宋的國法 宋真宗按下頭說 沒錯 焦讚一定要斬 楊賢超說 如果要殺焦讚 醉神寧願替死 這樣一來情況就變得複雜了 扣準蓮王品就說 萬歲 我看焦讚並沒有死罪 嗯 焦讚殺了六口人 還不應該填命嗎 萬歲 新狀元謝金吾替他死 他欠血債很多 啊 扣準 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啊 謝金吾枉讀詩書 他調戲問女 將他父親打傷 還想污辱這個姑娘 這個姑娘緊守貞節 寧願死也不順從 就被謝金吾的打手 鑒生打死 這件事被焦讚見到 招讚這樣才殺了謝金吾 那些打手來逐招讚 格鬥起來 招讚就殺了幾條人命 還有 謝金吾他無視王法 在楊虎門前胡作非為 在京城市面欺男霸女 哭害良民真是死有餘辜的 真是有這樣的事嗎 萬歲 這裏有狀子為證啊 講完 扣準拿出一疊狀子 全部都是京都百姓告謝金吾的 宋真宗打開來看看 哦 這張寫著 為了一塊風水地 謝金吾就逼死唐家夫妻 那張寫著 為了謀奪李家的首飾 王家的肉器 李王兩家被謝金逼得傾家蕩 有張寫著 趙老太太的女兒在謝府做丫鬟 被她奸污之後自殺等等等等 謝金罪恨女女 王強無法跟她辯護 宋真宗就下令免去招贊死罪 改判為衝軍去長沙 這裏就不說她 話說陸狼被判衝軍去雲南 由李二、張恩兩個戒差押送 蛇太君一開始聽說她兒子免死罪當然很歡喜 再聽說要衝軍去雲南 唉,她又哭了 柴君主說 奶奶,你六郎免死罪應該高興才是呀 唉,家嫂,你怎麼知道呀 雲南那些地方山高路遠 一路上要受盡千辛萬苦呀 那樹不僅是人煙稀小 而且氣候和地樹都完全不同的 正所謂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程 一尾地下牛毛細雨 那些山南漲氣很難捱的 何況陸狼她又是罪犯 去到那時候要做苦工 她哪裏捱得住呀 唉,我陸狼這次去 實在是狗死一生了 柴君主一聽說心都實了 這個時候,戒差李二,張恩就辦完手續 領著公民就帶陸狼去拜別娘親 楊陸狼叩頭拜別太君她說 媽,你多多保重,駭兒走了 好了,太君說 兒子呀兒子,我八個兒子 現在就剩下你一個了 這次,我怕你去到雲南 亦是有去母會 我們母子,都不會見得到面了 媽,你不用為孩兒擔心 幾年時間而已,眨眼就過去了 你放心吧 蛇太君沒有說話,一味流眼淚 柴君主凌幾一動 哎呀,奶奶呀,你不用心傷 我陪陸狼一起去衝軍 我是鄧主,就憑著八王爺的面子 沿路的關口,雲南的官員都要關照一下 這樣或者對陸狼有些好處 蛇太君就連忙阻攔她說 她說,家嫂不好呀,你是金枝玉葉,身子又單薄 如果水土不復,後悔都來不及了 不要讓她連累你,還是等她自己去吧 奶奶,我在家裡也放心不下 我寧願和陸狼同生死共患難 蛇太君見到柴君主執意要去 她一想,唉,兒子陸狼守邊關 八九年都不回家 這次衝軍都說不定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她的夫妻都不能夠整天不見面 那去就去吧 於是蛇太君就說 這樣也好 不過忠保忠免,就不能夠跟上去 弟弟那麼小,那邊天氣那麼熱 他們熬不住 那你們兩個去吧 柴君主就跟李二、張恩說 那兩個當然不敢阻攔 他們都說,唉,好啦,好啦 那我們找一輛車,坐車一起走 楊鴻、楊排鋒就馬上帶家人 準備好三輛車 一輛車就裝了那些吃的、用的和金銀細軟 一輛呢,就帶幾個貼身的家人 另外一輛車就搭著車篷,就算是繳車了 就掛了黃短的車簾和車位 一眼望他就知道是黃菇用的車 所以,起程之前,泰軍是再三祝福 無非都是要保重身體啊,記得寄家書回來啊,等等 戒差李二和張恩說 我們兩個都很敬服楊元帥 一路有我們照料請泰軍放心得了 那講完,大家就灑慮分別 各位,這幾日八賢王不在京城 因為珍宗皇帝派他出京去巡視各地 等到他回來,知道陸郎和郡主都去了雲南 就連忙他揚撫,探望泰軍 蛇泰軍說,陸郎能夠免了死罪 已經是聖上開恩 賢王不用擔心 叫賢超去到雲南也好,讓他鍛鍊一下 八賢王安慰了泰軍一輪 自己就回到南清宮,這些都不說他了 也就講一下楊六郎衝軍去雲南 離開京城,開頭那幾日 一路上郡主坐車 楊六郎身穿聚衣聚群 擔著一面大家 走起路來幾辛苦 等到離開京城遠了 他們兩個戒差,李二和張恩 就跟楊延超打開了一把枷鎖 除了聚衣聚群,換上便服 騎馬來走,便舒服很多了 等到關口,叫他穿聚衣 過了關口,再換便服騎馬 一路上,到了關口城池 第二遞交公民給大恩 一天走他五六十里路,也不算太辛苦 天天走,走了很久 離開雲南越來越近,氣候越來越熱 那天天,哎呀,好像火盆那樣罩在頭殼頂 曬到你肉痛 這一天,離開超通虎,沒有多遠 六郎就說,讓我穿上聚衣聚群 張恩說,不用這麼快,還有二十幾里路 這麼早來做什麼,楊棍馬 遲些都不怕 又走了十里八里 突然之間,迎面來了十幾匹箭馬 騎馬的人,個個都是皇冠打扮 個個都佩戴妖刀 他們來到楊六郎的馬前,勒著馬 爛著一條去路 前面來的,是不是楊賢超 楊六郎聽了,嚇了一跳 李懿張恩的連亡走到前面,答說 是,是,沒錯 你們兩個是做什麼的 我們是戒差 那幾個人從頭到頭看了一看 戒差啊 犯人呢 楊六郎連亡跳下馬 我就是,你們一看楊賢超穿的便服 都瞪幾雙眼,大膽佩軍 你是國家罪犯 不穿罪衣罪群,逍遙法外 和戒差勾結起來,殉屍作弊 這樣還得了? 把他抓起來 但是,雜時之間,幾個人抓著楊六郎 將他踏在馬上,然後對著李懿張恩一揮手 跟我來 李懿張恩,你害怕啊? 柴君主在車上嚇到騰騰鎮 沒有辦法,或者跟著人家走 那這班人帶著楊六郎,他們進了超通虎城 來到一座大屋前面 幾個皇官勒著馬,將六郎放在地上 你們在這兒等著 等一會兒去見小梁王 十幾個皇官非騎馬走了 李懿張恩也搞不清楚究竟這回什麼事 過了一會兒 只見有十幾個中年女人 在屋內走出來 個個都是北方女子打扮 所謂的高高的雞 闊衣大袖,穿著雙邊的長裙,好適禮貌 他們來到郡主面前走個禮 郡主,請進府吧 郡馬,你也請進去休息吧 跟著又有幾個強壯的家丁出來 把車子從旁門拉進去 楊六郎和柴郡主都不知道什麼事 看看這間大屋,建得很駕駛 人家叫進去就進去 那些人是帶柴郡主和楊六郎走進客廳 請他們坐下 有幾個女僕人拿水來給他們洗臉 又敬了茶 然後在旁邊公公敬敬地垂手站立 李懿,張恩和家忍被人帶去偏房坐 六郎的心是十五十六 他就問,請問,這裡是哪位府邸 那些僕人一笑就不回答 柴郡主說,麻煩你們了 每人賞十兩銀,多謝郡主 各位,這麼好招呼,這是什麼地方來? 六知後事如何,請下回分解 來